那嚴厲 你只有嚴厲 放寬大陸地區投資人來台從事證券投資 是什麼意思 讓大陸的這一些大姐大叔大哥們 陸客來這裡可以買台灣股票嗎 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 但是我們買的不是股票 但是不是買股票 不是買股票 是買基金 買那個ETF 買這種所謂的金融商品 因為這樣的話 它其實可以跟那個所謂的公司的所有權 阻隔 所以說我們是希望就是說 它能夠來買我們的金融商品 還有那個金融就是那個債券 那個債券的話是所謂的 那個美金債 或者是一般債都可以 但是呢 這個地方不影響到整個我們的那個公司的經營 既然你都已經講這個方面的 有沒有考慮過 上海這一部分就先太遠了 先不講了 香港 台港通 有沒有可能 其實我們的國內的這些人 早就去上海買 開戶去買很多上海的 那個什麼香港的一些商品 不一樣喔 你這政策說 我台港整個連起來不一樣喔 台港通常的話需要蠻多的一些制度上的一個協調跟討論 我記得以前我們去交易所去考察的時候 比較長期的時間啦 交易所董事長都喜歡給我們講一個東西啊 台星通啦 就是還有ETF啊什麼之類的喔 對對對 這部分你要不要講一下 就是我們跟大陸的幾個主要的股票市場 證券市場的ETF怎麼樣 我們自己有國內的ETF 但是也有發那個就是說 跟香港跟大陸一樣的那個組合的那種ETF 有這種東西 那是投資人可以購買 那這個時候呢 對那個我們就是說他那個投資人的選擇 比較更多元化 以現在來說量不夠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你那八大點啊 怎麼樣打轉打轉 就是第六大點 你又把它限縮了 而且你只有研議 我覺得第六大點是最有梗的啦 沒有啦 結果你現在這一點又說回去 你不是講這個東西 原來就有在演繹這個東西 我們還要再問問其他的那個 相關的其他的政府機構 譬如說陸委會啦 還有央行啦 還有很多單位 把這個地方做的制度做的更完整 然後這個地方 其實他也有一些合日限制 還有我們的市董事長 難道你們不會擔心 現在的政府是 親美日遠中的政策帽子底下 你可能開放 不可能開放嘛 所以你剛剛只能開放一個ETF 往前走都沒有 所以對這個 這八大點等於是沒有空空啊 就講教科書啊 再唱一遍而已 其實我們真的是希望能夠把結構弄好啦 市場結構弄好 而且能夠更多的機構法人 跟一般的人來買我們台灣的股票是有有有有有 剛才講的1200億你認為差不多什麼時候可以達到 因為我們是監管機構 所以我不做這種預測 來市董事長要不要預測一下 你有個目標嘛 你總是有個Timetable說 我努力讓他能夠想盡辦法對不對 我說這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目標 而且不是不可能達成的 那如何做 我想就在這八大點 以及要把商品的品質跟他的資訊 都要公開 讓他的quality能夠提高 讓投資人回來 讓散戶對我們的證券市場 能夠再恢復以往的熱情 那個時候1200億可能就有可能達成 你沒有時間表 我想我應該好好的來研究 這種事情有沒有可能定出時間表 三個月可以嗎 但是我說這個會是一個目標 三個月可以嗎 三個月恐怕會變成炒出泡沫 那才會有1200億 這對金融委定 1200億怎麼泡沫 拜託 你要搭補才是泡沫 兩三千億你要講泡沫 有人相信1200億怎麼會那個